各位觀眾聽眾網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9月19日星期六 節目開始之前 有情提醒 請大家盡量瀏覽美國廣告 爭取瀏覽十幾秒 最好30秒以上 這時在當前土共 用各種暗中手腳破壞我頻道的情況下 大家對我最好的支持 既簡單又重要 昨天 就是9月18日半夜時分 在中國又發生了大爆炸 這次大爆炸是在北京郊區 說是在通州和順義一帶 居民判斷是順義國際機場附近 北京居民反映 當天晚上的大爆炸震天動地 震耳欲聾 說有人在16公里外就聽到了巨大的爆炸聲 一響接一響 說是以為開戰了 以為戰爭打響了 還有人以為是大地震 說多少公里以外 都看到門窗在搖晃 接近那個地方就更加嚴重 有些網民紛紛在網上問發生什麽事 當時官方還沒有發布消息 後來判斷是在通州順義一帶 特別是後來新建的所謂順義國際機場 當地居民看到有上百輛的救護車趕往現場 還有很多的救護車趕往現場 但是當局在後來發布簡訊的時候宣稱沒有上網 這顯然不可能 這些大爆炸 中共都是輕描淡寫 就在前不久在珠海還發生了大爆炸 在前幾年又發生過江蘇降水大爆炸 都是驚天動地 生起蘑菇雲 再前幾年在天津的大爆炸更是驚天動地 蘑菇雲升起 給人網入一種核災難的現場 這一回在北京郊區 在順義通州這一帶 順義國際機場所發生的大爆炸 究竟有多大的規模 現在還不得而知 附近的居民都說濃煙滾滾 火光沖天 到處是一遍喊叫之聲 這些大爆炸的原因都毀莫如生 民間關於爆炸的說法 有的是說煤氣管爆炸 有的是說加油戰爆炸 但是在這些大爆炸的背後都不能排除人為的因素 所以這一回發生在順義國際機場附近的大爆炸 目前還是快訓短訓 究竟發生了什麽 背後又隱藏著什麽 現在還不得而知 前幾天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到湖南去考察 到了所謂橙州市汝城縣去考察 然後又大搞紅色教育 說參觀什麽紀念館 他尤其是提到一個所謂半條棉被的故事 長征路上當時有三名呂紅軍在汝城縣 姓徐的老人家 說借書之後 三名呂紅軍走之前把自己的一條被子剪到一半 留給這個老人 這就是半條棉被的故事 還放在一個陳列館 然後他在那裏大講紅色教育 還說自己作為一個共產黨員 作為一個黨的幹部 也要不斷受教育 他大談紅色教育 就是要確保紅色江山的意思 這個話語體系也跟總理李克強的話語體系形成了對照 因為李克強到地方考察 從不講這些話 都是講當地的民生 國際民生一些攸關 截地器的解決實際問題的話 但是習近平卻到處唱高調 但是習近平講什麽一條被子分作兩個 現在網上引起了輿論哗然 首先 像中共製造的一些故事 是不是真實的 都很難說 因為他們所塑造的所謂英雄模範 在歷史後來都解釋出全都是假的 從劉滬蘭 到邱少雲 黃继光 到他們所有塑造的人 最後都證明是假的 都是中共編的故事 中共一看 故事被揭穿 就宣稱揭穿的人是歷史虛無主義 而自己編的才是歷史 所以你要承認中共編的歷史 否則你就是歷史虛無主義 事實上 中共搞的就是歷史虛無主義 因為根本不存在的事情 所以回頭來說 湖南省汝城縣的一條棉被分成一半 這個故事是否真是有待考證 這且不說 而且我們現在就說就算是一條棉被 那是從老百姓那裡搶來的 李鴻軍能夠生產棉被嗎 李鴻軍當時能夠搞什麽建設嗎 都是打仗 搶老百姓的東西 所以你的棉被也好 你的服裝也好 口粮也好 都是沿途搜刮老百姓 事實上 中共自己內部回憶當時在江西建立了中共的所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 就是想成為蘇聯的一部分的時候 當時相當的殘忍 對老百姓 比如說紅軍要撤離 要撤離一個地方 或者說後來要藏征 就為了逼當時的青壯年加入紅軍 或者是逼老百姓跟他們一起走 就把人家老百姓的房子都給燒了 一把火就把人家的房子給燒了 而且被燒的是連村連鄉連片 燒的是寸瓦不慎 當時連紅軍總司令諸德有時候都看不下去了 覺得搞政治工作的像毛澤東這些人是太左了 諸德都搖頭嘆息 但是自己沒有辦法 說那一套才是國際共產 共產國際豐富要做的那一套 那才是共產主義 社會主義 另外 中共原來有一個政治局常委逃住 他的老婆叫曾智 曾智後來有個回憶 大概叫革命的代價 就回到當年在江西所謂搞革命的時候 說為了節約子彈 動不動就要殺富龍 殺地主 殺階級敵人 而這些富龍 地主 階級人來之後 把他們綁在樹上 用這些所謂年輕的紅軍戰士 只有19歲的娃娃去拿梭標去通 把人家活活的通死 還有中共的黨史專家透露 在中共舉行所謂溃逃 他叫長征 實際上是大溃逃 被國軍層層包圍 所謂第五次 翻尾角失敗 就要突圍 當時30多萬的紅軍要突圍 要跑先往南 再往西 再往北 然後要靠近蘇聯 背靠蘇聯 往西北方向逃竄 逃竄前這30多萬的紅軍 當時周恩來是主要領導人 他的地位在毛澤東事實上是最高的 他竟然下令把1萬多的紅軍的傷病緣全部一夜之間猝死 把他們槍殺 為什麼 因為如果這些傷病緣既不能跟著撤退 如果留下來被國軍所俘虜的話 可能會暴露大量的黨 他們的黨的機密 暴露紅軍的機密 甚至給這些紅軍的潰逃帶來不利 乾脆就把自己人給殺了 一夜之間全部猝死 這就是為共產黨賣命的下場 而且不僅如此 在之前毛澤東搞殺AB團 殺掉了10萬紅軍 當時毛澤東的親信地席部隊是彭德華和林彪 他對裡面的紅軍也有10多萬人 是不擁護毛澤東的 對毛澤東是有看法的 結果毛澤東就以打AB團為名 在紅軍中大搞整肅 竟然比蘇聯的大慶喜還早 斯大林的大慶喜是1937年 而毛澤東在1933年 1934就在江西搞大慶喜 10萬紅軍倒在自己人的槍口下 被林彪 彭德懷兩部所包圍 屠殺在彌林之中 而這些紅軍倒下前還在口中大喊 馬克思在哪裏 沒有想到自己人打自己人 自己人殺自己人 這麼下狠手黑心 最後10萬人就這麼被消滅了 這就是共產黨 所以習近平在講這些半條輩子的故事的時候 我希望他把故事講全一點 把中國共產黨發跡的戰三為王 戰三為寇 然後是打家結社 殺人放火 還有自相殘殺 殺人辱麻 這些歷史去抖一抖 這才是紅色教育 紅色就是血色 血淋淋的顏色 紅色教育就是血淋淋的教育 所以就這麼一個政黨 這麼一個土匪式的軍隊 最後奪取了政權 建立了全國性政權之後 必然的結果就是千百萬人頭落地 這是毛澤東的口頭才 他後來所作所為也果然如此 習近平在湖南考察之後回到北京 又大講紅色教育 又倉導所謂延安精神 那就是有一個所謂延安精神研究會 說是舉行第6次會員大會在北京 然後習近平以總書記的名義發了賀信來祝賀 而且其中提到要大力弘揚延安精神 實際上所謂延安精神就是三點 賣國精神 販毒精神 內亂精神 因為當時毛澤東他們之所以逃到延安 就是要背靠蘇聯 所以他搞的就是背靠蘇聯 勾結日軍 然後瓦解國軍 瓦解國民政府 最後奪取政權 實際上就是一個賣國精神 鴉片精神 販毒精神 那就是中共在延安除了靠蘇聯給他提供的軍饉 還有騙取了國民政府的軍饉以外 他為了發展壯大自己 就是靠種鴉片 燒鴉片來發展自己 就跟現在的塔利班一樣 塔利班在起家的時候 90年代也是種鴉片 音速化而開 所以共產黨的一首歌《南泥灣》 賽上化而開就是音速化而開 而所謂著名的三五九旅是模範 三五九旅就是王震的軍隊 王胡子 王震 他的軍隊就是鴉片軍 就是專門種植鴉片的 然後他們訴的一個英雄人物叫張思德 也是燒鴉片而死 張思德之死 是因為他當時在窯洞中燒鴉片 然後窯洞垮塌 然後他就當場身亡 毛澤東卻說他的死是重於泰山 因為他為中共籌軍饗 燒鴉片 賣鴉片 販毒來籌集軍饗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國師 一個接一個出事情 他最大的國師是王滬寧 政治局常委 主管意識形態 主管政法工作 是習近平離不開的人物 經常給他遞稿子寫文章 以至於習近平一再念錯 他還有一些其他國師 就是在北戴河會議結束之後 8月底習近平是撇開國務院 自己以個人名義 召開一個所謂座談會來研究十四五規劃 其實十四五規劃屬於國務院 也屬於經濟工作 屬於李克強的範圍 但是他把李克強排開 帶著他的親信王滬寧 還有劉鶴等人召開了一個會 然後邀請了他最青睞的九名經濟學家 都是左派的經濟學家 也就是他的國師來開會 其中就包括像在新加坡大學的鄭永年 海外國師 還包括一個叫林毅夫等 原來從台灣金門游水過去的台灣人 現在也是習近平的座上賓 鄭永年大家都知道 前不久鬧出醜聞 在新加坡接連鬧出性騷擾醜聞 後來被新加坡國立大學出名 而且受到新加坡警方的嚴重警告 他現在是歸溯在香港 被中共搞了一個香港大學研究院的院長頭銜 搞得灰頭土臉 這個人曾經給習近平很多獻祭 其中一個獻祭就是二次回歸 香港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還不夠 還要回歸共產黨 導致香港亂局 還有一個就是建議給香港斷水 來撲滅香港的抗爭 這個人會頭土臉 另外一個國師就是林毅夫 原先的台灣人 現在的習近平的座上賓 他最近被網民抓包 發現了一個大漏洞 一個大醜聞 那就是他最近幾天開會 他又仰眼 現在是2020年 他說再過五年 中國會成為從低收入到中收入 然後跨入高收入的國家 說是在亞洲 繼韓國和台灣之後第三個經濟體 跨入高收入的經濟體 結果此言一出 被網民抓包 發現他五年前就說了同樣的話 2015年他就宣稱中共 同樣的語言來描述中國 說在五年之後會成為高收入國家 繼台灣 韓國之後 結果過了五年 就是2020年 現在就說並沒有實現 結果他現在又舊化重體 居然又說5年後 也就是說2025年 人們可以推斷 到了2025年他恐怕自己都不記得了 又來重說 但是這次他有可能被網民一頓的炮轟之後 有可能有一點記憶 如果說沒有這個記憶的話 沒有網民的炮轟 可能在2025年他又把這個話搬出來說 再過5年如何如何 那就把那個夢想推到2030年 事實上還有網民發現 他不僅是2015年說過類似的話 甚至在2013年就說過類似的話 更早就號稱中國在5年之後要跨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等等 習近平身邊圍繞的就是這些人 所以不出事都怪 不失敗都怪 所以內政外交是一塌糊塗 美事必敗 美戰必敗 美國副國務卿克拉奇結束了對台灣的三天訪問 離開台灣 這次他和他率領的代委團在台灣 可以說行程飽滿 豐富 既有經濟方面的對話 也有民主和人權方面的對話 因為克拉奇本人 他是負責經濟能源和環境事務 而隨行的一位助理國務卿 是負責民主和人權事務 另外這個代委團會見了台灣的所有重要的政要 包括總統蔡英文 行政院長蘇貞昌 行政院長在台灣相當於總理 另外還有外交部長吳釗燮 還有經濟部長等其他官員 特別是在蔡英文總統特別設晚宴 熱情款待克拉奇一行 在晚宴中 蔡英文總統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 說台灣有決心踏出關鍵一步 這句話可以做各種各樣的理解 是不是說台灣要重返聯合國 要有決心踏出關鍵的這一步 或者說台灣跟美國聯手組成聯軍 共同抗擊中共 打擊中共 踏出關鍵一步 還有就是說如果台灣 如果美國有要求 有委託的話 如果說將來美中大戰 還有美台跟國際聯軍的合作 能夠擊敗中共 推翻中共政權的話 現在在台北的中華民國政府能夠去接管中國大陸 或者暫時接管中國大陸 也許美國方面有這樣的期許 蔡英文的意思是否也是這個意思 台灣有決心踏出關鍵一步 實際上就在美國副國務卿克拉奇在台灣訪問的同一時間 在美國首都華盛頓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舉行了一場聽證會 美國國務院的助理國務卿斯大偉出席這個聽證會 他也講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 他說美國要通過幫助台灣的國際空間 獲得國際空間 來解決他在台灣的鄰國問題 他沒有點國名 這個鄰國大家都知道 指的是中國 共產中國 也就是說要幫助台灣 並且解決中國問題 就是解決中共問題 這裏面有強烈的暗示一位 就是美國要跟中共攤牌 這次美國副國務卿克拉奇率團出訪台灣 是美國國務院41年來最高級別的官員訪問台灣 前不久 8月份有美國的衛生部長阿盞爾率團訪問台灣 那是美國政府 就是白宮方面最高級別的官員 也就是說美台關係是步步高 步步升高 在這個時候 中共抓狂 尤其是在副國務卿克拉奇訪問台灣期間 中共在18日 19日瘋狂的出動軍機 襲擾台灣的領空 越過海峽中線 18日出動了18架軍機 19日也出動了19架次的軍機 似乎跟日期相關 另外中共還在宣稱 馬上在東部戰區 他號稱的東部戰區舉行大規模軍演 而軍演的地點就在台灣海峽 實際上他軍演的地點 說是在台灣海峽 也在靠近中國大陸的一側 而中共襲擾台灣 跨越海峽中線 這些戰機有殲-16 殲-12 殲-10 殲-11等等 還有所謂的轟-6 也就出動了中共所謂的空中精銳 在18日的相遇中 台灣都是緊急 戰機緊急升空 攔截和警告驅離 在18日 台灣是升空了17架次去攔截中共的18架飛機 在18日的對話中 空中喊話中 台灣方面的國軍喊話是說 你們已經超越海峽中線 請立即返回 中方那邊的回答是沒有海峽中線 到了19日 台灣國軍方面就撂下了重話 立即返回脫離 否則後果自負 台灣方面所出動的戰機 包括先進的F-16戰機 F-16戰機是美國進口的 它掛了4枚導彈 都非常厲害 有兩枚是AIM-120先進的中程導彈 另外兩枚是響尾蛇導彈 如果說發生空戰的話 中共這些戰機根本就不是台灣國軍的對手 但是中共方面顯然自不良理 非常狂妄 中共的《環球時報》通過總編胡錫進等人發出一個社論 狂喊說美國的官員每次去台灣訪問 中共都要派戰機 什麼軍艦去騷擾 甚至說如果下次美國的國務卿訪台 國防部長訪台 中共的軍機就要飛越台灣上空 甚至飛越台灣總統府上空 還要說下次的軍演就在台灣的上空舉行 非常狂妄 還號稱所謂台灣是中華人民國國 神聖的領土不可分割 這麼神聖 廣大網民都可以悄悄的問 中國丟失給俄羅斯的15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 相對於44個台灣是否神聖 中共敢不敢向俄羅斯去問 是不是中國歷史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而習近平說的話是 老祖宗的領土一寸都不能少 你少了多少 少了150萬平方公里 44個台灣 中共不敢 不僅不敢 還幫俄羅斯圓廠 最近俄羅斯明顯的站在印度一邊反對中國 站在越南一邊反對中國 甚至在中印衝突的時候 俄羅斯跟印度達成協議 俄羅斯要派出3000名軍人到印度去協訪 共同抗擊中共 但是中共不僅不報導這些真實的消息 還對中國民眾隱瞞 甚至在《環球時報》 或者是中共黨媒黨報上發文章為俄羅斯當說客解脫 比如說中國民間有聲音說 俄羅斯在背後通刀 胡錫進 或者是《環球時報》 或者是中共的黨媒黨報居然說沒有這樣的事 說不要提俄羅斯在背後通刀 胡錫進甚至揚言說這樣的文章都是由中文寫的 中國人寫的就不算數 似乎要洋人寫的 外國人寫的才算數 所以胡錫進在這裏流露了那種從洋眉外 斜洋自重的那種陰暗的心態 事實上在俄羅斯主流媒體上很多的反中的言論 中共都不予引用 都不予報道 裝作看不見 聽不見 或者說視而不見 聽而不聞 中共不敢招惹俄羅斯 甚至連北朝鮮都不敢招惹 卻以親國之力去招惹台灣 以為自己在以大欺小 其實中共是想不開 與其說是表現出習近平政權在撐強 實際上不如說是絕望 因為他明知道現在的世界大趨勢不可挽回 那就是美國在提升跟台灣的關係 而在拉低跟中共的關係 另外一個 就是不要說是美軍可以擊敗共軍 錯處有餘 台灣國軍也不見得打不過共軍 共軍不見得把台灣國軍有辦法 再加上台灣的國軍和美軍的聯手 中共絕對不是對手 一旦開戰的話 那就是打得滿地藻牙 或者是覆滅 只能拿核戰來威脅對方 所以中共明知道這些 為什麽還要去恫嚇 那就是他要顧面子 另外也就是一個僥倖心 以為派出這些軍機 戰機去騷擾台灣 就可以阻止美國跟台灣之間的來往 或者是走近 但是中共這麽做 有可能做出更壞的後果 對他自己 不僅可能隨時引發戰爭 這個戰爭就可能導致中共的覆滅 所謂首戰集中戰 那就是中共的終戰 同樣現在在台海地區 中共是如此的狂妄 不僅是軍機軍艦 大量的襲擾台灣 台灣的上空 台灣的海翼 而且環球時報發出的叫囂 是要到台灣上空舉行軍演 那國內外的網民不妨向他叫板 讓他試試 中共還支持一個叫趙生業的所謂學者 宣稱要用核彈跟世界同歸於盡 如果說台海戰爭開打 美國協防台灣的話 宣稱他有三個方案 要麽在喜馬拉雅山用數千枚核彈引爆 要麽在四川盆地用數千枚核彈引爆 要麽就派出核潛艇在太平洋引爆 總之跟世界同歸於盡 他反映的是中共反人類 跟人類同歸於盡的反動本質 現在這個文章在國內終於被中共假裝刪除 也就是一種信息快散 來顯示中共向美國叫板 給美國暗示 雖然中共打不過美國 但是他有核武器核彈 他要選擇一個終極結果 那就是如果有人要終極共產黨政權 共產黨政權就跟這個世界同歸於盡 就跟北朝鮮金針發出的暗示一樣 有人要終結金家世襲政權 那他就用核彈跟朝鮮半島 或者是這個世界同歸於盡 這次台灣副國務卿克拉奇率領代表團去台灣訪問 最後一天是參加前總統李登輝的追思禮拜 李登輝是虔誠的基督徒 信奉上帝 信奉耶穌 所以在淡水真理大學舉行 這個儀式非常隆重 台灣的高階官員 包括總統蔡英文和其他各部官員 還有來訪的像美國的副國務卿克拉奇和他的成員 還有日本的前首相申西郎都出席 全程兩個小時的這種隆重的追思儀式 蔡英文致此的時候盛戰李登輝總統給台灣留下的民主價值 並說台灣要追求他的主體性 勇敢自信的向前走 走向世界 這裡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前首相申西郎 已經83歲 最近是兩次抱病前往台灣 上個月他就抱病前往台灣調研前總統李登輝 這次實際上他83歲的高齡在家裏摔了一跤 胸骨有一些開裂 就是鼓裂 在醫生的意見下說 只要有所治療 也是可以前往台灣 因此他又再次抱病台灣 上次受安倍首相所託 這次也是受安倍現在已經卸任前首相的阻託 還有新任的日本首相菅義偉所託 菅義偉並通過申西郎向蔡英文轉達了問候 說不久會通話 並且致力於提升日台友好關係 申西郎跟安倍家族有密切的關係 在年輕時候就受到安倍晉三的父親 安倍晉三郎的照料 教誨和扶持 因此他說是安倍家族的門下弟子 申西郎跟台灣前總統李登輝有深厚的交情 因為申西郎在擔任日本首相期間 就是20000年到2001年期間 深受李登輝先生的啟發 因為當時日本經歷了經濟的停滯 10多年的經濟停滯 然後國民沒有信心 在國際上的地位也下降 另外也經常受到中共的威脅 日本的這些左派有一種威中情緒 所以在那個時候 日本從社會 經濟到政治都是一片低迷 但是當時任台灣總統的李登輝卻對日本大量的鼓勵 他對於申西郎說 日本根本用不著對中共膽小如鼠 而且說日本應該充滿自信 所以雖然日本現在經濟不景氣 或者陷入停滯 但是日本的優勢還在 就包括日本的法治 民主 還有社會的整齊 社會治安的良好 再加上日本國民一直以來就非常的勤勞 非常的勤勞 而且是遵即守法 尤其是日本人的團隊精神 可以說在世界上首去一致 李登輝先生在他年輕的時候 當時的台灣是日本治理時代 是滿清把台灣永久性的割讓給日本 那麽就是日本治理時代 所以李登輝年輕時候對日本的治理方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對日本文化和中國文化也做了大量的對比 當然當時也是對比了日本文化和滿清時候的中國文化 所以李登輝知道日本有相距大的潛力 還包括日本的創造力 科研能力等等 所以說李登輝對深西朗和日本政界的鼓勵 可以說是讓深西朗和其他人深受啟發 大為振奮 當時的日本政治家 或者說日本的社會 那不是庐山真面目 只願生在此山中 或者說是當思者謎 但李登輝和台灣看來就是旁觀者欽 李登輝對深西朗和日本政要的提醒 點撥和開導 可以讓深西朗 他們是頓開毛塞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深西朗把李登輝當成疑師已有 既是朋友 也是老師 實際上當時的台灣總統李登輝反而成了日本的國師 叫到日本重新振作 急起直追 所以深西朗這位日本前首相不僅代表日本政見 也代表日本的國民兩次前往台灣調研李登輝先生 感念他當時李登輝先生對日本的提醒和幫助 台灣總統蔡英文對深西朗兩次抱冰起來非常感動 這次深西朗是因為摔了一跤要出拐杖 那就避免他走台階 專門安排了這種總統府的電梯 供他使用 再次見到蔡英文的時候 深西朗還說出了感人的話 他說他已經83歲 人生所剩無多 也許這是最後一次來台灣 暴病前來 他同時又說上次8月份跟他來台灣的兩位 現在在日本政府被委以重任 這次不能前來 兩位議員分別是岸信夫 現在是菅義偉 新內閣的國防大臣 就是防務大臣 另一位青年議員叫中山泰秀 現在出任副國防大臣 然後深西朗說 他們都沾了蔡英文總統的福氣 因為跟蔡英文見面之後 他們回國得到重用 他就很謙虛的說希望蔡英文總統 繼續給這些日本的後起之秀 予以鞭策和指導 他的言下之意 似乎就有當年他敬重李登輝一樣 希望日本的年輕政要敬重現在的蔡英文總統 今天我就暫時講到這裏 希望新朋友訂閱我的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獲得及時通知 也請新老朋友繼續瀏覽廣告 美國廣告最好瀏覽十幾秒 最好30秒以上 這是對我最大的支持 感謝大家 祝大家週末愉快 謝謝大家收看收聽 再見 謝謝 вас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